台中坦子区大城街 一整排老房子陷入火海 烈焰冲天 七八十名住户仓皇逃生 总共延烧十八户 六十八岁的吴姓老翁 救出年曼父亲之后 又折返火场抢救家当 不幸往生 慈祭志工赶到现场助念 并且复位受到惊吓的居民 看他们有什么需求 因为第一时间大家都很乱 所以我们还是忙着安抚 那些受灾户 共有二十个人被安置在饭店 四十五个人暂时借住在亲戚家 我带着两个小孩吓死了 陈小姐眼眶泛泪 家里乱糟糟 两个孩子的衣服都被烧毁 幸好老邻居伸出援手 刚好我们那个啊 我们那个比他大一岁两岁 那我们那个不合寸的 刚好给他呢 对不对烧的都没了 真的很无辜 他都出来哦 慈祭志工送来关怀及物资 并每户发给一万元的慰问金 初步了解 失火的住家屋龄都超过四十年 因为二楼的木造屋顶相连 部分防火项又加盖 导致火势延烧迅速 有居民怀疑是炊势不慎所引起 真正原因就由消防局见势厘清 大约西文章至深国有女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 同样也是 同样也是 对不起